有不一樣故事的聲音 每一個人都有他感人的故事 每一把聲音都有要關心的地方 每個月不一樣的人物 每個星期不一樣的故事 帶來不一樣的觸讀 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 十三篇人間有情 王葉仲平博士 摸著茶杯 同你情緒 聊聊天 情深 心情 成全 我是王太 王葉仲平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 就是一件我偶然之間發現的事 去年在疫情稍為緩和的時候 我星期六剛剛有事出去一陣 在地鐵我就遇到賣旗的人 啊 我都不知道 原來心裏面 立刻突然之間有一種 久違的感覺 好像老朋友很久沒見過面 在街上突然間又見了 I always thought you were the best I guess I always will 疫情之前賣旗的活動 其實每星期三又有 星期六又有 但是在疫情的影響之下 這些常規的活動 都好像突然間不見了 你不要小看這個小小的一面旗 其實它的背後是藏著一個龐大的人力物力 是一樣總動員的工作 賣旗能夠籌到的款項不是很多 但是它所花的氣力實在是很大的 那你會問為何要這樣做呢 做些這麼辛苦的事 而且賣旗是一直維持了這麼久 原來賣旗在香港是獨有的慈善活動 在戰後五十年代開始 當時是一面小小的真是紅旗 是一個旗仔 但是後來就演變成為 有一個大頭針在上高的紅色的雞毛 直至最近我們就把這些全部 進化成為一些小小張的貼紙 而賣旗的人本來是拿著錢箱的 現在就拿著錢袋 我也都見過有人在網上 他分享賣旗的感受 其實賣旗是一個義工服務 義工的服務是會帶來一種滿足感的 近年內有很多機構 他也鼓勵父母帶著小孩子一起去參與 在過程中 他們經歷有很多親子的溝通 親子的活動 不單止是風雨同路 和小朋友一起去經驗 而且也能夠將這些家長 他們的善心 他們對社會奉獻的精神 能夠傳遞下去 至於中學生 其實他可以透過校內參與這個慈善活動 在社交上賣旗也可以是一樣挑戰 他會挑戰小朋友的主動性 來要求請求別人買一支旗 其實有人會拒絕你的 也可以讓小朋友有機會去學習 去分析、去觀察 並且他們會學懂如何調整他的語氣 以至他能夠學到、得到、成功 賣旗活動雖然只是一個義工的活動 但是對參與的人 實在是受益良多的 當中施比壽更為有福 打破城市的冷漠 也是又實在又到位的 我今天邀請你去想一想 如果有人請你買一支旗的時候 你會明白 這個這麼小小的一塊貼紙 其實它背後的意義是很重大 而你所付出的小小的金錢 原來是幫助了這個愛心的傳承 也都是十分之值得的 我會想你去想你 我會想你去看